受访专家,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学研究会会长熊碧俊,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研究发现,忙比前好,适度忙碌的人,寿命比普通人高出29%,美国职业健康心理学杂志刊载的论文显示,退休后,仍然工作的人,身体和精神状态,好于完全停止工作的人,前者罹患重病的几率低17%, 精神健康测试得奔高31%,热心肠型,有些人天生有复热心肠,爱热闹,爱张罗氏,喜欢组织活动,乐于神出元首,人员一级棒,离开单位后,身边突然冷静下来,就像一场热闹的戏剧夹闸而止,吸里空落落的,人是社会性动物,离不开群体,热心肠的老人不能闷在家里, 不妨去社区做志愿者,为邻里忙活,陕西西安就有一位93岁的老人,退休后,在小区里组建快乐大本营,组织同龄人打桥牌,拉家厂,晒太阳养生等,还请手制做板凳,桌子,清空茶水, 如今,每次活动都有自古时代参加,老人的身心状况都很好,顺带让老伙伴们也踏上健康快车,身体状况好的老人还可以去慈善机构,去去康复中心的地方做义工,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,乐于住人的老人幸福感更强,寿命更长,归眼田园行,人越老越容易想家,这个家就是故乡, 尽管岁数大了,脑子不太灵活了,但儿时爬过的山,下过的河,熟悉的乡间,一蓝绿在目, 李娟说,中国人历来有归眼田园的文化传统,东京文学家陶渊明描述的《众斗南山下》,《草圣斗牛席》, 陈兴李黄慧,带月贺除归的江村生活,蕴含着远离城市,清静无为的自然哲学, 能让漂泊多年的长者找到灵魂的灰宿,养鸡,种菜等简单的农活,能促进血液循环,增强体质,清醒头脑, 为长寿打下良好的基础,很多人会念叨,等我退休了就回老家,但往往等来的去也没有实现, 因此,如果早已有了退休回老家的计划,不妨洗澡制备住所和田丁,同时并且检查申请, 找到能相互照应的亲友,梦想未了行,年轻时,孩子太小,钱太少,休假太短,工作离不开, 上了岁数的人总喜欢回头看,他们会发现,因为上面种种理由,将自己反向很多未了的心愿, 大金秀一是日本的一名林中关怀从业者,他倾听了一千多名患者的林中前遗憾, 很多都是年轻时被完成的小事,比如没有去想去的地方旅行, 没做自己想做的事,没有享受过美食等,人生就像个旅行团, 已经加入了,不走完全程很可惜,如果很想试着去实现梦想, 身体状况也还不错,就勇敢地去做,不要跟人生留下一看,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艾伦朗格,曾在接受生命时采访时指出, 我们对自己身心健康的掌控力远,比你感觉的要多, 自己把握对自己生命的控制力,去发现那些年轻的可能, 身体完全能接受这些挑战,专家提醒, 老人一旦下决心实现未完成的梦想,要就把心愿变成目标, 并在一个截止之期,才更容易实现,身为之进行, 对于老一辈人来说,年轻时条件有限,学习是很羞耻的事, 一些老人求知欲强,喜欢学习新东西,愿意了解新事物, 这非常好,学习能延滑智力衰退,还能创造更多兴趣爱好, 帮老人加强人际交往,增强幸福感和价值感, 退休后有了大把时间,老人不妨有计划的学习电脑, 设议、书法、绘画道比较复杂,且需要动脑子的技能, 也可参加老年大学,好强的老人要避免贪敌, 能学到知识就好,没必要追求比他人学得更多, 更好,依赖子女行,许多老人跟子女难受难分, 要么同住,包着大王,做家务,要么时不适去子女家视察, 请必须指出,许多长寿老人都与子女共同生活, 万倍克敬儿孙本分,悉心照料老人,老人也尽力辅助儿孙, 不过,从心理学角度看, 父母和子女要学会分离,保持十度的距离, 如果用亲情期待,始终捆绑到一起, 老人还经常有意无意干涉子女的婚姻生活, 就很容易出现家庭矛盾,内向好境行, 有些人生性好境,不爱与人过多接触, 就希望退休后能轻轻静静的安享晚年, 李娟说,喜欢安静不等于离群所聚, 无所事事,活着,全部仅仅是寿命的一个数字, 而是你活的质量, 如果觉得带孩子,养闯屋等闹腾, 不妨再加种花羊草, 或学习书房,烹饪等, 看看大自然的样子, 感受季节的变化, 聆听艺术的召唤, 趁时间居家生活, 很容易做些混乱, 电视一看就是一天, 但也凑合糊弄, 建议靠近的老人列住生活作息表, 把起床,睡觉, 三餐,锻炼,读书, 散步等都包含进去, 精确到几点几分, 并严格执行, 才能把清静日子扩得充实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